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须插管治疗 担心会破坏脱线的身体 最后选择放弃急救 让他能安详离世 好搭档阿西的女儿杨秀慧说 因为是昨晚六点多的事 我今天录综艺三国志 早上起床看到很多赖 早上六点半 我要出门时就告诉爸爸脱线 阿北已经走了 我爸爸就坐在沙发都没有讲话 就马上瞬间沉默 就没有讲话 他本来在运动 接着却若有所思 我就没再跟他讲话 他蛮伤心的吧 好交情 超过五十年的兄弟阿西也难接受这个事实 杨秀慧说 拖线去年过年到最近都一直进出医院 当时每天只要有空就会去看他 增昏迷二十几天 他慢慢康复 三天洗肾一次 应该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左右 又不喜欢吃东西 所以体力不够 又费积水 很折磨 他很疼我 如果没有他 我就进不了医能界 因为我爸爸不想让我进演艺圈 是拖线阿北力挺才有今天的杨秀慧 说到最后他已经气不成声 阿西高龄八十九岁 杨秀慧之前表示 去年爸爸打疫苗 全家也都很紧张 不过幸好后来爸爸都很正常 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只要看到爸爸能吃能睡 又可以运动 我就很开心 脸书也常常直播跟爸妈一起吃饭 感受到他孝顺的心意 阿西与拖线合作超过五十年 到拖线转型到台东开养鸡场 阿西也有过去帮忙 两人是演艺圈的好搭档 好兄弟 一搭一唱 即兴的幽默演出 连珠哥亮也佩服 拖线过去只要到台北录影 都会自己开车 从台东一路载着爱妻一起进电视台 而阿西只要接到好友电话 也一定会跟好友会合录影 情意合作无间 也是一起同甘共苦的多年好友 台语歌手唐力增合拖线主持外景美食节目 认拖线为干爹 听到拖线过世的消息 唐力悲痛在社群血下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前爸拖线爸佛祖牵引一路好走 他表示合作期间拖线耐心地教导他 我们的合作让大家认为我真的是您的女儿 我和您的缘分我很珍惜 唐力说道 自己的父母都网生了 您告诉我不要伤心过 台东就是你的娘家 我和拖线妈就是你的爸妈 唐力难忘跟拖线相处点滴 并晒出妇女的合照追忆他 婚姻生活上 拖线与老婆林玉珍结婚多年 曾经历过长子早腰的痛苦 后来陆续生了五名儿女 事业一路从排语片 歌听秀 经营农场到纪念转战直播 而她原本身体硬朗 却在2018年3月听信好友介绍 把中药当水喝导致肾衰竭 一度昏迷送医抢救 虽然从鬼门关走过一回 脱线23岁时就和林玉珍结婚 携手走过近70年婚姻 她曾表示 夫妻之间除了爱情外还有义气和恩情 坦言年轻时因为穷无法娶妻 某次和朋友出游采橘子 偶然遇见了当时还是小孤独处的妻子 两人因为一场大雨无法返家而供诉了一夜 她回忆道 虽然当时两人住一间房雀连门都不敢关 不过由于当时民风保守 女方从此之后就不敢回家 小俩口就在没有婚礼 没有未来 没有祝福的情况下 决定携手共度一生 婚后 脱线经历长子早要伤痛 孩子罹患心脏病 在一次喂药过程中意外噎死 她伤痛欲绝 加上早年生活拮据 亲手帮爱子盯作棺材 后来 她与林玉珍共生下五名儿女 为了养活一家人 她曾跑去基隆当苦力 开巴士兼差当临时演员 生活仍十分困顿 常常缴不出房租 没你吃 甚至连孩子生病都无法看医生 但妻子却从来不曾抱怨 后来 她正式成为演员开始小有知名度 生活状况才渐渐好转 脱线曾在2014年在台东补办热气球婚礼 并罕见留下男儿泪 当时感动场面令人动聋 脱线小时候因为父亲充军 家中生活贫困 经朋友介绍认识林玉珍 但因为双方家境相差甚远 婚事一度遭到家人反对而私定终身 仅以一台孔明车 老式脚踏车将老婆载进门 婚后 老婆共帮她生了六个孩子 也已经有了孙子 但从未举办婚礼或宴客 因此 夫妻俩八年前报名台东县府的热气球婚礼 希望能圆了这个葬在心中六十年的愿望 脱线也曾在脸书上分享实行婚礼的心情 提到当年因为贫穷 结婚时只用一台生锈的脚踏车迎娶老婆 彼此就这样走过六十年 接受所有人的祝福 搭上见证爱情的爱心热气球 老婆 穿上迟来的新娘衫 虽然你有变卡肥 身材走中 穿不太起来 面也多了皱纹 动作有卡慢 不再幼痴 不再年轻 但内心感恩你跟我六十年 照顾我 像继母同款一样 替我生一堆孩子 事实上 脱线曾表示 夫妻之间除了爱情外还有意气和恩情 她坦言年轻时因为穷 无法娶妻 某次和朋友出游采橘子 偶然遇见了当时还是小孤独处的林玉珍 两人因为一场大雨无法返家而供诉了一夜 当时脱线回忆道 虽然当时两人住一间房雀连门都不敢关 不过由于当时民风保守 林玉珍从此之后就不敢回家 小俩口就在没有婚礼 没有未来 没有祝福的情况下 决定携手共度一生 一路走过将近七十年的婚姻 脱线曾拍台语片 也曾在歌厅秀发光发热 后来从台北转往屏东发展开农场 原本想让老婆开始享清福 然而没有农业基础的她 先后种植多种水果都失败 后来在友人建议下引进养指交配 然而仅有两指是公的 其他全是母的 被兽医师形容 难怪会瘫痪 他们活不久了 最后两只公养果然精进而亡 后来脱线改养鸡 竟又遇上鸡指滞销 鸡犯恶意砍价 最后反而接了上千万债务 索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终于转亏为盈 更打造出台东土鸡城餐厅 农场也成为知名观光景点之一 然而脱线2018年3月听信好友介绍 把中药当水喝 身体产生疲倦感 不时陷入昏睡 她原以为只是小感冒 3月12日整个人陷入昏迷 紧急送至台北医学大学抢救 发现是肾衰竭 引发肺部感染 严重咳嗽 必须持续施打抗生素 加上心血管阻塞 造成呼吸困难 只能做心脏支架辅助 且还洗肾抢救 当时她增发文 感谢医师 把我从阎王手里抢回来 最后总共住院45天 期间脱线曾因意识不清 一度要跳楼 报警 把管 吵着要回家 也几乎每晚失眠 抽搐惊吓 身心都饱受压力 好家在 佛祖上帝保佑 经医疗团队不放弃努力 还有家人不离不弃细心照护 我又活回来了 住院期间 老婆不离不弃地守在一旁照料 她也为此感到相当心疼 近年 脱线与儿子陈嘉诚 孙子方伯瑶共同跨入经营直播 转战电商领域 不时透过脸书在直播卖货 如今传出她在家中去世 想其受90岁的消息 她的粉丝专业金也贴出她的遗言 形容自己一路从台语片做到网络直播 受到大家爱护疼惜 非常感恩 一生带给大家许多欢乐 很多人自剪载 看我到做阿摩 人生舞台我先谢幕 佛祖召唤我了 这个粉丝业会继续与大家交流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哦 脱线被称作台湾演艺全活历史 她不仅经历过黑白台语片时期 也见证无线电视台的起落 不仅活跃在歌厅秀 也是脱衣舞秀主持人 演艺经验丰富 至于脱线台语艺名的由来 因为她一开始督演爆笑喜剧 自嘲都是演笨笨傻傻的脱线戏 所以就被叫脱线 脱线原本身体硬朗 却在四年前误信朋友 喝下对方送的养生水 结果产生疲倦 昏睡状态 起初她误以为是感冒 直到小诊所连续打了几天点滴 后来变成肾衰竭 引发肺部感染 心脏功能衰退 导致严重昏迷 在医院抢救了45天 减回一命 但这两年经常进出医院 昨天在家安详过世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